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近期随着国旅人潮大爆发 桃源市政府交通局 未来要因应虎头山 以及孔庙公有停车场 一位难求的情形 因此决定将假日免费停车 两小时的优惠取消 并恢复每小时20元的消费 借此增加停车位的周转率 走进桃源市的虎头山 优美的环境总是吸引民众 前来休息运动 而桃源市政府为了方便民众停车 先前也提供假日前两小时 免费停车的优惠 不过随着国旅大爆发 一位难求的情形 也让市府决定要取消优惠 因应防疫期间 桃源市民到我们市内 旅游的一个兴起 原本我们在虎头山风景区的 虎头山停车场 以及孔庙的停车场 本来是有假日前两个小时 免费的停车优惠 因应旅游人质的增加 我们就取消了两个小时的优惠 希望到虎头山游戏的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 或者是利用U-bike 来到虎头山游戏 避免找不到停车隔位 桃源市政府交通局为了因应国旅大爆发的人潮 并增加停车位的轴转率 因此从即日起分别取消虎头山 以及孔庙两处的假日免费停车两小时优惠 并恢复收费 而对于停车优惠取消 民众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使用者负费应该乐啊 假日能少很多 因为这个地方太多地方可以去 这样才好 这样才不会造成交通乱象 然后才能维持环境整洁 而且也不会造成大多数人乱停 我觉得非常好 一定要收费 平常假日来这边本来也就没位置了 对啊 所以不容易找到有位置 所以不收钱比较好 要收钱也可以 人比较多的关系 他一辆支架是一架支量是很正常的啦 大部分的民众对于假日停车优惠取消 都纷纷表示支持 而虎头山公有停车场 目前有提供小型车164席 大型车6席的停车位 另外孔庙公有停车场 则是有95席的小型车停车位 每小时收费标准均为20元 要请民众多加留意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再等你来看桃园市警察局8的分局 为了要保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特别针对辖区内的金融机构 举办防抢演练 并呼吁民众 如果要单独提领大量现金 可以先行通知临近的派出所 申请护钞 让民众安心过好年 两名歹徒趁银行即将打烊之际 从警柜台进行抢劫 并在得手现金后 跑出银行准备骑车逃逸 不过歹徒还来不及上车 就被远景当场绳之以法 而这一连串逼真的操演 全都是桃园市8的分局举办的防抢演练 春节将近 我们为了要维护辖区的治安 然后透过这个一次的演习 来提升远景的机动反应能力 及强化各金融机构的警卫保全 我们请同仁跟远景来扮演的歹徒 来持枪的演练抢劫 然后也看我们金融机构及远景的反应处置 希望能够提升 辖区的治安状况 能够维持平稳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桃园市巴德分局为了保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不仅针对辖区内的金融机构 举办防抢演练 同时巴德分局也将金融机构 金市、银楼等现金汇流处所 列为防抢防窃治安维护重点区 并24小时派员加强巡逻 民众的现金需求 跟各金融机构卖场 商家的现金有俱增 在此提醒我们的乡亲 提领现金或者是 携带巨额的现钞 务必有亲友相伴 如果有需要警方护操的话 随时欢迎打一领或到就近的扒扫 请求协助 在这段期间我们园警也会加强 辖区内各重要的金融机构 及各卖场商家金融大的地方 加强的巡逻 以维护我们辖区的治安平稳 桃圆市巴德分局透过在农历春节前夕 举办逼真的方强演练 不仅要提升远警同仁的应变能力 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要单独提领大量现金 可以先行通知邻近派出所申请护钞 借此让民众安心提领款 平安过好年 记总的军谈不到 节日起一直到2月底 桃圆光影文化馆将举办暖暖心意向主题影诊 民众可以在每个礼拜的3、5、6日到场来欣赏暖心电影 馆风也将加强防疫措施 喜爱看片的朋友有福拉 桃圆光影文化馆将在寒假举办暖暖心意向主题影展 邀请桃圆市民朋友在寒冬中一同来欣赏暖心电影 我们桃圆光影文化馆从1月份到2月27号 推出的主题影展暖暖心意向 我们推出了27部的电影 那在这个主题影展以外呢 我们还有情子电影 还有浪漫影展 还有有求逼应等等的子系列 那特别要推荐的是李安的 在1990年代的三部曲 有推手、饮食男女跟喜宴 那充分表达李安他关怀家庭 关怀亲情 关怀人理的这些心情 那这个经典的重映 欢迎大家可以再次走进电影院来欣赏 近来布立桃圆医院出现群聚感染 馆方也要求观众入馆前去先量体温戴口罩 以实名制入场 也会劝导民众采梅花座的方式入座 希望大家能安心观影 那我们会量测体温 然后我们会呼吁民众要 戴口罩 那我们也会加强我们馆内的清洁跟消毒 那特别是我们的 我们有200多个座位 那如果民众可以的话 我们也希望可以 以梅花座的方式来欣赏 拉开这个社交距离 迎战将从即日起到2月底为止 情人节和228也安排了相关特应 欢迎民众西班来欣赏 记者刘雨婷 桃圆报道 大圆环保协会 为了让镇头国小的学生 了解食物从农园到餐桌的过程 因此借由无痕亲侣举办食农教育 不仅让学生学习到许多食物相关的知识 另外也借着在农场内 探索各种蔬菜及动物生态 期望让学生更认识自己生长的土地 小朋友开心的将刚捡回来的鸭蛋涂上红土 并且放入燕麦中让燕麦包覆鸭蛋 最后再放入盒中 随即咸鸭蛋的制作就大功告成 而这样有趣的咸鸭蛋DIY制作 不仅让小朋友了解到食物的来源 同时更直呼很好玩 好玩的做鸭蛋跟钓鱼 就让我更认识更亲近大自然 今天很好玩 然后我们现在在做鸭蛋咸鸭蛋 然后我们也看了很多关于我们桃园的故事 然后历史 这里很好玩 可以让我们体验到 就是才那个我们平常的吃鸭蛋 都是这样来的 我觉得这边很好玩 这边让我们体验做咸鸭蛋跟钓鱼 然后呢可以让我们更知道我们餐桌上的食物 到底是怎么来的 大员环保协会为了让鸩头国小的学生了解食物 从农员到餐桌的过程 因此借由五恒亲吕举办食农教育 不仅要让学生透过接近大自然了解食物的生长环境 同时也希望借着食农教育 要教导学生关于餐桌上食物的知识 这个是一个生态农场 我们带着孩子进来这个生态农场要做什么 也是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午吃的餐桌上面 我们吃的青菜农须菜它长什么样子 它在菜园里的长相 我们吃到的丝瓜 它是在瓜棚上的 它的花 它的果 每一样都是来自于土地 那这片土地可以孕育出我们所有滋养我们生命的源头的能源 让小孩子从吃的部分去理解 这些身边的珍贵的资源 如何去珍惜 如何去爱惜 这次大远环保协会透过邀请镇头国小的学生前往大远在地的生态农场进行食农教育 不仅让学生学习到许多食物相关的知识 另外也借着在农场内探索各种蔬菜及动物生态 期望要让学生更了解自己生长的土地 记者王中军团队报道 陶芸市近年来都市发展快速 然而忙碌的都市生活却也让民众的生活感到疲乏 真心里里长为了让民众能有个放松的好去处 因此与里民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天然的休闲空间 南侃地区近年来工商业发展快速 同时都市发展也让民众的生活步调越来越繁忙 而真心里里长为了让里内居民能够有个放松心灵的好去处 因此特别与里民合力规划一块农地 期望要打造一个天然的休息空间 我们都是在都市生活 然后没有享受到跟体验到那种农耕生活 所以他就想到这一个ideal 然后我们也很支持他来参加这一个农耕生活 他要找这些团团 找很多团团 规划大家也都同心是在挣心里面 一些来参加种这些有机的东西 所以再感谢这规划那么好 在都市里面的种田 每一个人种一小块 跟小时候为了要种田 来做一个经济上面的支撑的这一个方面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算休闲的 里民顶着大太阳 细心的为辛苦栽种的蔬菜进行灌溉 而真心里里长当时为了解决当地的水源问题 不仅利用地形高低差来营水 同时还透过浮球装饰来设计两座三顿的除水桶 就是希望要给里民最好的工作环境 他这边地比旁边的地还要低 低的等于是一个人的高度 那我们这边运用这个自然水往低处流的这个法则呢 做一个设计呢 装了两颗水塔在我们的田里面 然后把水这个水那个管子 把它引流到水引流到那个我们的水塔里面 等我们水塔除水除满了以后 那个我们有一个服务球会像我们的马桶的 这一个那个马桶的那个水里里面的那个水一样 它满了之后它会就是水会停掉 所以水塔的水不会满出来 振兴里的快乐农园在经由里民与里长的共同合作之下 目前已经逐渐成型 而里长也希望未来能利用周边的空地来增设休息空间 希望要让里民能够来到这里体验农村生活 记者王中军桃园报道 桃园要迈入进步的城市 首先最重要就是要友善 我们希望桃园打造一个 不只是在捷运路网上的一个开通 以及所谓航空人计划的推动 我们希望行人走在路上 能够非常的安全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持续的推动 督促市政府就人行道改善 骑楼打通计划 做更进一步的加强 大西人每次需要公部门 跟我们的民间一起来努力 去重新去回复它历史的风貌 那么更需要的是 所有来到大西的游客 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然后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大西 深度的大西 我相信您的旅游将是非常的丰硕 看到真正生活的大西 深度的大西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